在還未有地鐵直達的港島南區 隱藏住一條在香港開埠之前已經存在 差不多有200年歷史的村落 這條村就是薄芙林村 住在裡面的村民 可以說是香港島上的原居民 究竟薄芙林村的歷史價值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從歷史墜落的角度去了解一下 在香港其實沒有一個觀念叫做歷史墜落 其實這個觀念是由台灣者來的 在香港來講港民物保育 一直是單獨式的建築物 但我們看到這條像薄芙林村那樣 這條鄉村是有一個獨特的歷史文化 而這一個正正就是我們希望去推廣的一種保育意識 就是不只是保育單獨 而是一個整平的社區 是有一個獨特的生活環境文化 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當我們發掘的 這正正是我們想推廣歷史墜落的故事 在城市發展和社區保育的兩種呼聲裡面 村民依然每天踏實地生活 他們縱使胃口奔馳 也都不忘爭取改善他們的家園 令它成為一個移居的空間 郭富林村其實是由18.9年的新浪原始 已經有一個競載 其實我們看到上上年 小會18年的歷史 其實背後這條大街 就是很典型的一個客家排屋的建築方式 是他們最老的一條大街 過去這裏其實是一個農村 有養豬、種菜等等 直至到五、六、七十年代 因為周邊的環境不同 又有英國的牛奶公司在這裏建立牧場 亦都有法國的宣傳教會在這裏建立秀屋 所以受著這些環境的影響 他們變成了一個地區的商業不深 這條大街上曾經有五十個商戶在這裏做生意 不是當年來講是相當往 直至到現在其實已經變回一個居住區 我們希望這裏的歷史不要在這裏沒落 就可以繼續發展到那裏 為了保留這段這麼珍貴的歷史 在名外社區發展服務的策劃之下 三聯書店出版了博富林村 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這本書 希望透過村的歷史 和二十一位村民的故事 令讀者思考博富林村的價值所在 充滿你 唯一平山下的歷史 可是她也是很接近 稍後藥 爽 感谢观看